綁馬尾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自己的後腦看起來特別扁 這時候我們可以靠抽絲的方式 直接從橡皮筋這邊拉 這樣後腦的蓬度就出現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該如何綁一個好看的馬尾呢? 馬尾就是將大部分的頭髮集中到後頭部 用橡皮筋或是可以鬆簡的裝飾品 把它束起來 固定在半空中 因為長得很像馬的尾巴 所以得到馬尾這個名號 這就是馬尾的由來 馬尾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髮型 因為它既可以輕便簡單又可以時尚高壓 從小到大不論是運動會園遊會 時尚晚會 男朋友爸爸的生日宴會 或是親朋好友的追思會 馬尾都可以毫無威和感地出現在任何的場合 為什麼大家一樣綁的都是馬尾 有些人看起來像貴婦 有些人看起來像乞丐呢? 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馬尾其實暗藏了許多玄機 各種的眉眉角角都會影響到一個馬尾的完整性 綁馬尾有什麼細節需要特別的注意 或是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會讓馬尾綁起來更好看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如果你也很想綁完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這一集影片 記得看到最後 影片開始前一樣 先讓我們歡迎今天的model 小美 我先從入門款最簡單的馬尾綁給大家看 那過程中我會再跟大家分享各種細節 綁馬尾的細節第一點 就是瀏海的分區 很多人不曉得綁馬尾瀏海該怎麼抓會比較好看 有人可能會先把瀏海的區域分好 才抓後面的頭髮 但我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先把後面的頭髮都撈起來之後 再去抓瀏海的分區 這樣分下來的瀏海會比較自然 而且可以順勢依情況去調整你瀏海的厚度跟髮量 假設你先把瀏海分出來之後 綁起來可能會覺得這裡太大錯 但我們如果先把它撈起來之後再調瀏海 可以看到頭髮哪邊有洞 我們就在那邊抓頭髮 抓下來 用食指跟拇指這樣 一小撮去把它抓下來 還有鬢角這邊要特別注意就抓一撕就好了 絕對不要留得太大錯 不然會很像歌仔戲 那這邊有個重點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比較 韓式風格的馬尾 那你瀏海就不能分得太多 絕對要有一點穿透感 就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皮膚 這樣的穿透感才是及格的 如果它厚到連你的額頭看不到的話 反而會讓你臉型看起來變得更大 會有一點浴蓋彌髒的效果 這就是瀏海分區的方法 接下來就是綁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一個比較正式的場合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中毛梳或是梳子 把頭髮梳得比較整齊有光澤 那如果是平常比較輕便的場合的話 用手指就可以了 這樣反而也會看起來比較有空間感 那至於馬尾要綁得高還是低 就看個人習慣 如果想要優雅一點的效果的話 就可以綁低馬尾 往下45度角 這樣算是低馬尾 想要活潑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馬尾綁在中間 大概是這個水平線上 那如果想要俏皮一點 可愛一些的話 就可以把馬尾拉到這個水平線以上 大概是這三種方向 我今天決定幫小美綁活潑的馬尾 就把它集中在中間 橡皮筋要纏到幾圈就是看你的髮量 這個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像小美的頭髮真的很多 所以我就把它繞了三圈 比較不會掉 綁完馬尾之後 如果怕它會鬆掉 可以把它分成兩把這樣 往內拉緊 再來第二個小技巧就是 我們綁馬尾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自己的後腦看起來 特別的扁 這時候我們可以靠抽絲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抽絲的話 記得一定要在這個 橡皮筋的周圍去做抽絲 有些人會直接在這邊拉 那這樣拉完 就會很像綁著很亂的馬尾 反而會變得不好看 所以我會建議在這個周圍拉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後腦的弧度是這樣子 直接從橡皮筋這邊拉 有沒有 後腦慢慢的膨起來了 拉這個都要一點一點慢慢的拉 不能太貪心 這樣後腦的膨度就出現了 就跟一開始的膨度差非常多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個技巧 就是要怎麼解決這個 一小撮一小撮的頭髮 會有這個短短頭髮 它是因為我上次有幫它剪瀏海 我們分的區塊比較大一點 導致說這個是沒辦法一起綁起來的 那我相信這問題應該也困擾到許多人 這該怎麼解決呢 其實方法非常簡單 先準備一盒U型夾 U型夾在美髮材料涵或是下皮 都可以找得到 這是新娘秘書在做造型 很常用到的一種小工具 我們先拿出一支完整的U型夾 大概是長這樣子 現在要做個手工喔 就是把它往內凹 大概在1 2的地方 把它這樣反折起來 變成一個鉤子的形狀 變成一個鉤子的形狀 阿完之後會變成像這樣M字型的 做完這個手工之後 再看一下我們哪邊有掉這個一撮一撮的頭髮 直接拿U型夾把它插下去 靠近一點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邊有一小撮嘛 我們直接用U型夾 這樣插進去 這樣就完全藏在裡面了 而且根本不容易掉出來 這裡還有一撮 我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插的時候 我們要讓中間這個凹槽 對齊那一撮頭髮 就是要讓頭髮卡在這個凹槽裡面 那兩邊這個鉤子 它就是要扣住我們原本頭髮的主體 鉤下去 這樣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根本就不會掉 我把下面拿起來晃給大家看 完好如初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個技巧 是該如何增加這一撮馬尾的髮量感 有些頭髮比較少的女孩子 可能會覺得板完之後 這一條看起來非常單薄 那就很難看 解決方式其實很簡單 準備一隻小小的鯊魚夾 這一個就是鯊魚夾 這是隨處可見的小工具 鯊魚夾該夾在什麼位置 才能增加這一撮頭髮的髮量感 我們要夾這個鯊魚夾 就先把這一撮馬尾 分成上下兩半 不是左右 應該分成上下 這樣把它撕開來 對等撕開之後 再把我們預先準備好的鯊魚夾 扣在這個最深處的地方 這樣子把它扣進去 扣緊之後再放下來 這一撮馬尾看起來就會比平常的髮量 大概多了0.5到1倍 會變得比較膨 你們可能會想說可以用刮的方式 但刮頭髮其實真的很傷頭髮 所以我不太建議這麼做 用這種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自然增加頭髮的厚度 接下來第五個方式 是該如何隱藏馬尾的橡皮圈 這應該是很多人非常關心的問題 通常綁完馬尾之後 都會覺得 一個橡皮筋在這裡稠稠的 但又不知道怎麼辦 但不想裝太多的髮圈 或是裝飾品在你頭髮上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今天的方式 我們先抓出一小撮頭髮 那這一小撮就在馬尾的底部這裡 拉出來 這樣拉出一小撮 我們剛剛橡皮筋有綁了三圈嘛 拉出其中一圈就好 不用三圈都拉起來哦 這樣拉一小圈就好 接著把剛才抓出來的下面那一束頭髮 纏繞在橡皮筋的周圍 纏的時候可以這樣稍微扭轉一下 不扭轉也可以啦 只是扭轉的造型看起來比較好看 接著不要纏繞到完全緊繃 要留下一點長度 那把它套過去 我們剛才拉出來的這條橡皮筋 用一隻手去接住 抓住之後把它抽出來 這樣就套住了 抓出來這一撮頭髮呢 再把它拉到它原本的位置 就是下面 這樣就可以藏住了 這樣你們可能想說 還是會有一點痕跡對不對 再拉這一撮頭髮 就可以把橡皮筋完全的蓋住了 當然如果我們一開始下面抓的這一束頭髮越粗的話 越容易蓋住這一條橡皮圈 簡單來講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這是最基本最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讓你的馬尾看起來質感更加分 再來第六個小技巧是 如果你是長瀏海該怎麼辦呢 如果瀏海很長 這樣完全往後綁 看起來好像又很無聊 沒有什麼造型感 那我會建議如果你是長瀏海的話 要綁馬尾 可以連同側邊的頭髮 就是耳朵以前的 加上你原本瀏海的區塊 先把它抓出來 這一撮就先不要綁 單側就好不需要兩邊 單側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其中一邊 先把它預留住 那另一邊跟著後面一起綁馬尾 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直接快走 我們綁完後面基本的馬尾之後 像剛才的步驟一樣 拉出其中一小圈的橡皮圈 再把我們預留這一撮頭髮 從上面這樣纏繞過來 不能從下面這裡纏繞 是從上面這邊 稍微用指尖帶順之後 讓頭髮的角度都是完全貼合在這邊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把頭髮的角度理順的話 它看起來會很不平整 冬翹一撮 西翹一撮的 順著這個橡皮圈纏繞 一樣留一小撮之後 再套到這個橡皮圈裡面 套完再把這一小撮拉到底下來 躺開 再調整一下橡皮圈周圍的頭髮 把橡皮圈完全包住住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很有型了 而且可以把你的長瀏海完全收納在你的馬尾裡面 算是非常簡單又有型的一個技巧 這邊就直接忽略 因為我們現在假設它是長瀏海 但如果你是短瀏海的話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一樣會很好看 OK 那以上就是把馬尾的基本小技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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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